大家都拍完了 海板 插一插拍起來比較漂亮 來 這台SUPER-B是經理的車友也算好朋友 他之前跟經理一樣都是開替的 大概好像三年前換了這台SUPER-B 當然這個是兩台不同 也算是升級的 兩台形態都不太一樣 可是這台經理最喜歡的是 他的Wagon車款的後面的行李箱空間 非常平整 非常的大 很多有在關注影片的車友 大概都知道經理算是VHG 被VHG所圈粉 所以對VHG有一種特別的喜好 尤其是這個底盤 MQB這個底盤的話 到了今年台灣上市的OFF 8代 也都是維持這樣的底盤設定 所以這個底盤算相當的成熟 基本上他原廠的設定也是非常不錯 所以也是那時候好朋友有一直詢問產品 那我也是建議他說等產品 大概壞掉或者是差不多快壞掉 再來升級KT就好了 所以撐了三年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這個阻尼是值得特別介紹 這個禮拜我們分別有介紹了賓士的W205 還有昨天的GLC 那今天MQB這個的阻尼設定就是經典歐系車多連桿的懸吊設定 它的阻尼不會像一樣 類似一樣底盤的設定 那像前幾天的那個 HONDA的CR-V5代 這個是日系車 它的阻尼就做得很日系 它的下壓跟上拉回彈 坐得太過於舒適了 所以後座的乘客就很容易會暈車 這個阻尼我覺得原廠的算是恰到好處 後座的乘客也會坐得相當的舒服 那要帶點操控的話 也還不是不夠用 除非啦 像這樣子如果已經壞掉了 或者是說想要更熱血一點的設定的話 再來找KT換經理就好了 再來找KT 找經理換KT 我講錯了 好 那這個的阻尼設定 它是很Q軟的 上座的部分的話一樣 就是GOV4代、5代、6代、7代、8代 全部一樣它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這個彈簧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7點多公斤的 前方的話是配置8公斤 這個的阻角的話 MQB的底盤 它有分大阻角跟小阻角 那Support B的話是不用分的 一律都是大阻角 不論是柴油引擎 1.4升的 或者是2.0升的 或者是四輪驅動的 全部都是大阻角 上座的部分 KT有附上座 有附上座 離載串的話 比較特別 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 前面的避震器通常會分左右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台的避震器 這個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它原廠是沒有分左右邊的 所以 KT的設定 有時候一出到店家 店家像這一台車 還有賓士的W203 店家會說是不是我們出錯落了 怎麼兩邊的腳管是出一樣的 其實它原廠就沒有分左右邊 那這個設定的話 設計啦 這個設計的話 KT也是跟原廠的設計一樣 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KW貝士燈也都是這樣子 那比較很早期之前 有設計過是需要用短的離載串 那用短的離載串的話 在這台車 離載串的部分的壽命 用短的 因為它短的離載串 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角度作動會比較大 有時候會大過於 它的球頭的一個 能夠承受半圍的角度 所以它的離載串的壽命 就會比較短 那最棒的設計方式 還是像這個樣子 沿用原廠的離載串是最棒的 像這個品牌的車子 很多的車友都會推崇的是KW KW的設計也是一樣 就都沿用原廠的離載串 車主還有改了這個19吋的鋁圈 這個鋁圈的話算是一個 有一個大概是會類似一個單顆鋁圈 像HOSIO的993GT系列的一樣 單顆大螺帽的 好這個是後方的MQB的懸吊 MQB還蠻厲害的 它的厲害的地方是 當車高降低之後 幾乎不太需要改楊角調整器 因為它的後輪兩個角度 這個角度的話 昨天的影片可以回覆一下 昨天的GLC裡面也有介紹過 車高降低之後後輪的Conver 就會變得比較爬 就容易失拍 那這台車的話 它的豎腳跟楊腳 分別都各別有一顆偏心螺絲 可以做獨立的調整 所以它的側高降低之後 就不太需要改楊角調整器 除非啦 除非是降低的角度特別的大 那才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改裝 那基本上就把電器換上去 就OK了 好 那這個彈簧是7.7公斤的 上下橡皮都要沿用 那這個上座的話在這裡 上座下方這裡有一顆旋鈕 從這個地方來調整後面的軟硬度 好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腳管設計在這裡 這個腳管其實也還蠻單純的啦 就是沒有分左右邊 離仔串的話就 就沿用原廠的 如果啊 有改短離仔串的話 通常離仔串就要分左右邊 因為我們一般離仔串不是同向 不然就反向 那這個如果啊 如果其他品牌有改離仔串的話 注意一下 它的角度就要分左右邊 呈現一個90度角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前面它好像是8公斤的 8公斤的 180長 8公斤的規格 好 那上座的話 它是需要把它拆一點點 這個飾板 這個跟Golf都一樣的 拆飾板之後就可以看得到 避震器的上座這裡 這裡有一顆雪鈕 從這裡就能調整前面的軟硬度了 這個車系經理做最多的應該還是Golf吧 因為可能是經理之前開Golf 所以就有很多的車友 那之前也都有實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來體驗 所以就還蠻受到歡迎的 KT的用料其實也相當的不錯 像是用義大利IP的主名 有日本RK的油風 其實像最近我在板上一些 其他的車款裡面 有看到車友在詢問避震器 那經理的見解是說 如果你要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推薦大家可以找找看 不同的品牌 實際乘坐起來的感覺 到底是如何 因為在板上詢問的話 可能不是很客觀 因為有的人是很熱血的 可能熱血到要常常在跑山路 或者是夏立寶賽事那種 那有的人是想要 只想要降低車高的 尤其是休旅車的車友 很多都是因為家裡是 立體式的停車場 車頂的話它會 會干涉到其他的東西 所以需要把車高降低 那像這樣的族群的話 其實就推薦了 就改個短彈簧就夠了 就不需要改成套裝 所以不同的車主 所使用車子的狀況是不同的 那會推薦大家 多多比較多多試乘 像是KT我們就有提供 不同的車型的試乘車 可以給各位來做試乘 如果有想需要試乘的話 再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